下午的議程,我們進行保安業務的執行 現在我們請第一位登記的郭建盟議員,請花園 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進入質詢主題之前,我想要拜託朱憲,先財事,我有四頁的書面質詢稿,要列入大會公報 第四頁,您財事說可列入就行了 謝謝主席,今天建盟針對PM2.5的汙染,對我們高雄市學童的威脅 在我們的保安部門,跟各位官員就教 我今天提出一個議案,就是一個建議,就是要修正我們高雄市的環保基金收支管理及應用自治條例 將空氣污染防治費的10%列為我們工業區臨近學童的抗PM2.5防治專款 大家應該還記得,古年的四個青春,這個平面媒體大幅報導 有關我們的左營文府國小的師生,加社區居民大概6000人 集體抗議,說他們不要再當空污難民 因為83天的日子裡面,有67天是有空污超標的狀況 七成四的天氣,讓他們不能去戶外去活動 當天,媒體大幅報導以後,下午,我們兩位局長,包括環保局長,教育局長 大動作地趕到文府國小,找了三位學校的校長 一同開了個記者會,對空氣品質監督的一個宣誓 同時展示了所有的空污旗幟,代表高雄市政府對孩童們面臨空氣污染的防治的一個決心 過了一年,我們這一年做了哪些事情 我們議會跟市府,我們做了一些資本的工作 包括通過我們高雄市的環境管理自治條例 環境管理自治條例可以讓高雄市政府擁有要求高雄市的排碳大戶減量的一個權利 也可以在我們109年要求我們的二行程機車 屋賊,二行程屋賊機車全面下架 你如果會做得非常少之一,最快要被研究的考慮 但是我會做得很少,我覺得當時的治標 你不在乎開,我們會做得很少 但是,我會做得很少,但我會做得很少 很多時候我會做得很少 我會做得很少的,我會做得很少 我會做得很少,我們會做得很少 讓我們不常會探望的一段時間 真正在沒有 vedbe Britannic,所以我們會做得很少 所以有關自標的工作 我們會做得很少 我今天就提了这个修法的建议 要求应该从环保基金拨出10%的空气污染防治费 来提供工业区邻居跟空气污染相对严重的国中小学 作为防治PM2.5的专款预算 这个是我的建议主张 这个建议到底这样每年大概有5000万可以做该做的事情 这个建议的实际修法状况就是第八条 第八条本来是规范第一项 是规范所有基金的收入跟一项支出 包括这个支出应该拨到气候变迁调试基金的部分 还有第二项的条文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建盟把它纳入 原先的条文之外 第二项纯粹做支出的规定 并以当年度空气污染防治费收入的10% 公本市临近工业区 及空气污染相对严重之区域国中小学 作为防治PM2.5污染的预算 专款预算 其支用程序由交易局依本法规定办理 这个是我对法条修订的一个建议 修法很简单 但比较重要的是 到底用环保基金来支出这笔预算 来保护孩子 正当性有哪些 我想第一个 我主张我认为工业区学校 孩童是空污的重灾户 我相信这一点大家没有争议的就是 以左营策占PM2.5的浓度 83天就有62天超标 七成四的这个超标率 这个是相当严重的 另外 到底 空污费拿来做孩童防治的经费 合不合理 在空污法里面 第18条 空气污染防治费的支用项目里面 我对过了大概第11款 可能能用 关于空气污染之健康风险评估 及管理相关事项 或者是第13款 其他有关空气污染防治工作事项 这个是帝王条款 大概有这两项条款可以用 实际上可不可以用 当然还是要问 环保局的法制单位 第二个理由 我认为说 孩童的伤害 大且长远 工业局 今年3月公布的 这份人大工业区 健康风险评估告报里面 在第580页 证实了高雄的空气污染 是含有 起码这个实相的 重基础跟有机化学物 这些都是会致癌的 毒性物质 再来 我们的PM2.5 不是 不吃 就没事 是吸到空气以后 会随着我们的 肺泡的血管 进入血液 循环我们的全身 高雄人就把 这些重金属 很无奈的吸进去 变成钢铁人 而比较严重的是 成长的幼童 它的呼吸量跟体重的比值 是大人的两杯 所以相对的 小孩子受的伤害是比较重的 这份报告里面 第391页 也证实了一件事情 小孩子吸到高雄的这些 有致癌性的毒物 他们的敏感族群 致癌风险 超过万分之一比正常的孩子 高出百倍以上 所以积极的防治 我们高雄工业区的小孩 免受有金属 有机物 等等抑制癌 毒物的污染 是刻不容缓的 接下来 长期来官方缺乏 治标积极的应用措施 资本我们做了 但治标 我们高雄市教育局里面 颁布了教育部的相关规定 空污等级到第八季的时候 戴口罩 关窗上课 减少户外活动 到指报第十集 除了戴口罩 关窗 而且要立即停止户外的活动 这是我们告诉小孩子 保护自己的方法 但是大家也知道 高雄的天气滑蹦蹦 关了窗 叫小孩子如何在里面 闷着上课 大家于心何忍 没有人告诉小孩子怎么办 实际上 他们闷了还是开窗户 然后戴着不是防P2.5的口罩 就在那边吸继续上课 大人没有作为 大人没有作为 所以我们缺乏这个 治标的积极应用措施 再来 到底建宏说 我们找环保基金来做支应 财务上基金负担得起吗 我看了相关的预决算 103年 我们空气污染防治费的部分 它收支是剩余1.39亿 104年是剩余8000万 整笔基金 现在累计剩余104年底是9.1亿 勉强支应得过 当人到底会不会对其他预算造成排挤 我还要看细部的决算 我们再来做讨论 接下来 比较关键的重点是 郭建盟 就算 你讲的 大家都同意 可是重要的是 有没有防治的办法 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小朋友 教育局 去年有提了一个计划 到我们空屋基金去审 那个计划 我自己也稍微看了一下 也打枪了 因为我看它简单的事情 就要花许多的费用 我讲这个的目的是 确实 怎么样保护小孩子 免于受PM2.5的污染 这本计划 其实不是教育局自己做得出来的 应该在我们卫生局的协助 还有我们相关环保专家的协助 环保局的同仁的协助 大家共同汇整 一步有效的工作计划 来保护工业区的孩子 免受PM2.5的污染 他一个人赏 预算也好 支用项目也好 到底有没有用 我相信都不见得那么完善 所以我不担心 现阶段没有方法 我认为只要汇整以后 就会有方法 接下来 比例 建盟你定了10%要入法 比例入法 有没有必要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认为 孩子要防止PM5.5的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因人废事 我今天能跟局长你对谈 是因为你支持 你也知道这个重要 但是我们今天假设换了黄保委员 甚至换了一个市长 他认为这个东西 有其他事情更重要的时候 这件事是可能被割着 所以我认为入法 有不会因人废事 长久的一个制度 另外局长也跟我听到说 这样子会不会侵害到委员的审查权 我这条钱我就拔10%给你 阿公你送来嫁威 我委员不可能要准 我的专业就是要砍 就砍 但是我们可以保留预算 当然要砍 没有用的计划 怎么可以让他过 但是砍了以后 我们保留这笔预算 请他重送 你要送到到好的 所以我认为这些方法 都可以再讨论 所以这是我认为说 可以在环保基金上 支用的一个目的 今天我能跟局长 讨论这些事情 局长也不会去跟我说 我们污染防治的治 是堵起来的治 不是治理的治 你不会很官僚 要跟我讨论这些 是我很开心的事情 我认为起码 我们都是为高雄的小孩 为什么在今天丢出这个球 主要是这一年来 真的我们没有积极的 治标动作 就这样让孩子 继续在那边吸空气污染 我认为不是负责任的方法 我们不是没有方法 而是这一年来 我们没有动作 所以我丢出这一颗球 希望用编列预算的方式 驱动一个工作计划 这个工作计划 大家就会去讨论 有好不好 要怎么做 接下来计划要怎么施行 让我们的小孩受到保护 当然钱很重要 不能乱花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 我们高雄的小孩 受到这些污染 但空污防治费真的还有 还有剩余在那里 我们何不经济 而有效率的花 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受到保护 我知道这条球 丢出去可能是界外球 也不见得是好球 那我相信局长的专业 你丢回来的球 我如果接到是界内 那就有进步了 甚至局长 你今天身为一个幕僚作业 你所做的决策 可以影响城局市长 有没有办法担起高雄市 工业区污染的孩子 受批击危险的孩子 他们的健康能不能得到保护 可以慢 但是不可以不做 也不希望再慢 所以期待这样子的动机 跟这样子的议题 能得到环保局积极的回应 而也很期待 我们在年中 透过公听会的方式 找选区的议员 邱静线议员就是人舞的议员 鸟松的议员 他那里很多小孩子就受这个污染 我们找我们选区的议员 我找我们相关的专家学者 公民团体 学校大家讨论出共识 希望在下会期 下会期就算来不及 起码明年 我们逐步的去做 让我们的孩子 不是又住在那里肃空气 戴着不是PM2.5的口罩 在那边挨慰自己 然后抗议你抗议 好像抗议的一年过了 大家也就忘了 这一点事情 我相信也不是各位官员期待的 也不是我们乐见继续看到的 是不是我的修法建议 就请局长您稍微回应一下 可能你可以做的 跟你想怎么做 让我们大家知道 是不是主席请局长做答复 好那请蔡局长回答 好谢谢主席 谢谢郭议员 这边的提醒 那有关这个部分来 这个学童的 再更进一步来进行保护 我想 这个每个人应该 对这件事情应该都有公式 应该都不可能反对的 我想基本上环保局对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愿意更进一步来做一个 有关于学童保护的这一件事情 那刚刚其实郭议员对于相关的状况 或者是有些的一些可能的一个思考 有做了一些的一个提出来了 其实这件事情大概我们必须要思考到 像刚刚讲的空法第十八条的问题 审查的问题 其实另外一个部分是 今天提出来的计划是否可行 是否有效 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个 必须要非常非常注意的 今天不是钱给了 不是说钱好意 那一了百了 这些钱是不是真正有达到 所谓治标的一个结果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我们愿意 再更进一步的 再跟大家来做一些的讨论 做一些讨论 那针对更进一步 如何来保障这些 保护这些学童的部分 我们愿意再更进一步来做 这方面的研议 谢谢郭议员 好 再加一分钟 两分钟 机长我可不可以简单请教你 我这样听起来 你不敢对用环保基金 来保护我们的小孩 免于空气污染 但是你对怎么用 该怎么样有效的用 你是很关心的 你是很关注的 你可不可以明确的让 孩童们知道 让外界知道 起码我们愿意起步去做 而且不会没有钱 你愿意去做 你关心的是要怎么做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态度 这种高雄市政府的态度表明清楚 今天跟议员再报告一下 现阶段还没有任何 比如说刚刚议员所提到的 还没有修法 或者有更进一步的一个 一个 修正之前 我们是希望 这个教育局能够针对 有关的这个国中小 有一些希望可以追防制的部分 把相关的计划提到环保局来 我们对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优先的部分来做一个支持 这个是现在可以立即来做的 可以立即做的 所以那未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达到所谓的一个计划的可行性 或者是有效性 这个部分可以再更进一步了 刚刚议员有提到了 更进一步来 起码你不反对 就是用这笔钱来动资 但是我所期待的是 透过你的专业 跟相关局处的及时广义 我们找到长远的方法 所以我期待你们的经缘是长期的 不是一个案子 一个案子 可是当然要怎么样长期 也要环保委员们认同 那所以期待我们朝这个方向 我当然还是希望用法定 来让这个制度长远延续下去 我倒觉得这个部分 可以做一些讨论跟演绎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 后面的一个推动 那像刚刚议员提到了 之前有一个教育局提的一个案子进来 坦白讲那个案子本身原则上是OK 但是其实工程可行性 跟后面的推广性 大家就有相当多的质疑 那虽然那个案子其实只有九十几万 那没有多少钱 但是其实也是要针对 一个所谓要花钱的要做一些把关 所以其实我们care的我们在乎的就是说 这个案可行有效 是不是真正花下去可以保护到这些学生 这是我们一直要把持住的 这个跟议员报告 谢谢 谢谢我们的郭建盟议员 谢谢 现在换我们的第二位登记的 我们邱俊宪议员 请花言 谢谢 谢谢今天的主席 我们保安部门的局务首长 大家午安 大家很辛苦 今天保安部门其实 攸关我们高雄市这座城市 是不是一个安全的城市 不管是环保局还是卫生局 警察 消防等等 其实都是跟维护这座城市安全息息相关的 所以这几年 从谢昌顶前市长到陈局市长 这一二十年 其实我们一直想要改变高雄这座城市的体制 让它变成是一座适合高雄市民居住的城市 当然除了环境跟产业 不同的面向去做改变 其实怎么样去免贴这个城市里面 让大家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还是有发生8.1.7.1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投靠才有危险的事情 所以那一准其实消防局长一准很辛苦 结果今年过年又都到北京 大年初一的时候 我跟着陈局市长有到台南的围观大友现场 局长也在现场 也看到我们很多特殊的弟兄 也在现场救难 养兵千日就用于一死 的确 那时候在现场看到那种惨状 真的是很不忍 然后真的也很谢谢我们那些消防弟兄 也出现了失乐兵哥哥 让救了一位小朋友出来 让大家在这些珍贵的生命的抢救过程里面 就是可以感觉到说 其实我们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 所以也很谢谢局长 就是对消防安全的重视 所以像我们第四大队的新的消防的听设 其实看它的进度非常的好 慢慢的就看得出样子 快快盖好 那未来大社的新的行政中心 也会把大社的消防队的需求 所谓放在那里面也是陈宇市长支持 所以这部分其实在我的选区里面 其实可以感觉到消防局对我们的重视 因为毕竟人大工业区 还是一个高风险的地带 我们这边发生的灾害 其实是会比较危险 所以在我们那边福情的弟兄 其实也都蛮辛苦的 这部分就是希望局长持续的关心 我们这一区 然后该补足的人力设备 虽然有在重视 可是对我们一直在探讨 还有人要赠的都是有时要看中央 因为我们考虚合一 中央也没分年那些人 没那些扁证给我们也没法度 所以在这其实用这些时间 感谢局长这对我们人大地区的重视 然后也鼓励我们那些参与救灾这些弟兄 真的是很辛苦 那在这边也利用一点点时间 也跟警察局长建议一件事情说 其实人武在县市合并之后 其实变成高雄市的中心 其实非常多的外人口一直搬进来 人武地区 尤其是八卦了城关地区那边 那当地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城关所 在负责当地的自然的回护 那这个议题其实有很多其他议员 也都有提过 就是说我们车区里面的 情区里面的面积跟人口的复杂度 其实已经overloading 其实是超过一个派出所能够负担的能量 这一年来 其实那个收担去玩三个了 然后里面我们的城市 其实很多都是拆招了 不是说拆招了不好 都很多是大家踏进警戒来服务的 其实是很辛苦 因为那个车区里面的复杂度 底液是很高 然后服务的人口越来越大 所以在这边其实利用保安部门咨询的时间 这也是很多地方相亲的声音 说我们的派出所 是不是能够再做适当的配置 是不是考虑再增设一个派出所 或者是做其他的方式 让我们在治安的执行人员 在面对这个人口一直增加 然后里面的复杂度也一直增加的状况之下 怎么样去 maintain那边的治安的状况 因为开始那边外面住进来的人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复杂 既有的这些人力 包括消防局的人力也是一样 又要休假 又要训练 然后变成说变成主管有时候在顾 顾值班台 然后又要出勤 所以这部分其实是看到大家这样子很辛苦 其实很不舍 因为开始在地区里面看的就是警察的灵犯 建警率高其实大家比较安心 然后遇到灾害 其实消防局的同仁这样出生入死 可是在听设里面其实 维持行政的工作 其实又变成另外一个很大的负担 其实这样其实会 有点配当上有点过失 变成说 人力是在维持行政的处理 而不是在执行治安 或者是紧急救难这样子 但人力上的配置要怎么样去做更好的努力 我相信我们的消防局长跟警察局长 都是从基层一路这样子努力上来的 怎么样让基层的弟兄们 兄弟姐妹们能够有更多的支持 在这边利用这个时间也拜托局长 陈光索我们八卦了 那个地区开始有这个需求 要找到一个失踪的地方 还是要如何去跟派出所的辖区做一些条件 可能这部分要拜托局长 来到三天到想一下 那其实除了消防跟治安以外 其实我们高雄这几年一直在谈 我们的登革二的问题 我们的防疫的问题 公共卫生的问题 在这边先谢谢卫生局长 高雄市政府为先叫局长 不是一个合作的位 因为阿里很大 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因为我们高雄市的关注太大 像这两天和他病毒突然又跑出来 大家也很担心 可是我相信局里面是很主动的去 去揭露这些讯息 然后做一些防治的工作 让大家不要那么的惊恐 到刚刚为止 我的LINE还有收到一些图 说哪些地方不要去 小心不要被老鼠咬到 或者是它的排泄物 它的传染途径是怎样 我觉得这都是好事 但更多人更清楚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就是代表说 我们这座城市的公共卫生的风险 其实是隐藏了很多东西 我在这里是先肯定说局长 因为局长过去也是 做过我们高雄官的 会先叫局长 在我们一些传染病的防治上面 局长其实也是 满有专场的 我现在是要说 前几天好不容易 我们议会也部分党派 也有好几位议员也去参加 我们的高雄市的登革日防治中心 我们吴义正议员也有去 陈立正议员也有去 刚好啦 一当一排都各一个 清明党的国民党的民进党 都各一个去 那天行政院院长 也风尘仆仆的从台北 我听说是坐专机下来 先去台南再来高雄 那也有政务委员来 然后立法院 国民党的民进党的都有来 因为登革日防治 不分党派买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自己去拍的 的确 我觉得好不容易 这座城市 遭受到登革日的骚扰这么久 我们终于做出了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作为 虽然只是一层楼的厅舍 可是我们不同的居住 在负责登革日防治的同仁 能够聚集在那边 去做更有效更直接的讨论分工 然后再一些 不然是药材 然后是机具等等之类的 做一些更有效的诊 我觉得是好事 包括这个GIS系统 以前其实我们并没有 这样子的去使用这样子的资讯 那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 手机里面的APP下载下载器 就可以知道你家里面 住的附近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病例 等等之类的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觉得卫生局有跟上脚步 这是好事 那我们也看到这张图里面 看到 大家都很高兴 比赞比业 说终于剪彩落成了 结果很可惜啊 看到这个新闻 那一天到那 那一天我去参加这个 接牌的活动 其实是坐在那边 心里面的一个想法是 我终于看到蓝绿和解了 为了公共卫生的议题 大家更心去促成这些事情 虽然这些事情在我们看来 在议会的角度看来 还是有点慢 因为我们登革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 可是毕竟我们真的努力去做到了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又有人在说这是在作秀 行政院长跟陈旭市长 分属不同的政党 那如果要作秀 应该不是用这种方式啊 新的政府也要上台了 新的总统也确定是谁 新的行政院长也知道是谁了 要作秀我哪有需要去请一位 已经要落台 行政一定有来处理这种事情 我感觉很可惜 然后讲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很不好 那我在这边我想请我们卫生局长 简单用几分钟的时间 你是不是可以再让大家更清楚 知道一下说 这个登革的房子中心 跟行政院中央设置的那个研究中心 的差别到底在哪边 因为那天我去看的时候 其实有一间房子里面 其实养了很多的班纹 我进去的时候我有点吓一跳 然后我有问我们的同仁说 这些蚊子跑出来会不会怎样 他说跑不出去的啦 我们那边是有负压 有一些防护的措施 不是大家看到这样子而已 其实是很专业的东西 是藏在里面有一些know how 然后我们那天也看到很多 其实都要叫他们施工级的老师 研究并没闻 一辈子都在处理文职的事情的 一些老师不是不是几个很多个 然后这些也是跟我们疾管出的同仁 都很长期的合作 有很多的默契 所以看到这个新闻 我觉得是很很遗憾也很不舍啦 就是说其实 登革的房子是很多人 其实默默的累积出来这一些基础 然后才有这样子一个一个东西 所以这边是请那个黄局长 是不是可以简单 再跟大家解释说明一下 我们设置这个中心 跟国家中央设置的东西的区别跟分工 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那请局长简单说明一下 请局长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邱议员 我们高中市是在上个礼拜 我们有市政会议通过是要设置我们的一个 登革的房子中心 那在这之前当然是因为这两年 我们真的登革的一个病例数增加很多 所以有很多的一些 希望我们中央能够更多的支持 其实在更早以前 其实 长期以来我们高雄市政府 其实就对这个议题 其实是就花为很多心力 其实 包括市长也好 很多人就在过去就主张说 这应该有更多的力量 因为这包括说 整个国家的力量 在包括南京的政策 全球化政策里面 其实都有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也因为这两年的一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其实也很感谢我们行政院长 他就跟市长 也跟台南市的我们的赖市长 其实大家都共识就是说一定要开始 所以其实我们有两个中心的设置 一个是来自于国家级的一个重美传染病防治中心 那是由国卫院所主导的 那分设的是台南办公室跟高雄办公室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高雄市自己的 我们这一个在我们卫生局 我们设置的一个在组织编制里面 一个那个防治中心 那一个国家级的部分 是包括研究跟政策拟定的协助 那当然在地方我们的一个卫生局的部分 是除了说相关的政策的一个拟定以外 包括说是一个我们实务上怎么去做 那因为需要的是产观学合作的部分 所以其实议员那天看到 其实就是初步的一个观望 因为那个在那天的五 那是四楼五楼部分 其实我们的国家文化研究院 在这几天正在做一些处理 他人员也是陆续在进驻当中 那希望的是说能够 有常住型的一个学者专家 然后还包括我们在地的一些资源 做一个整合 那对于我们 因为虽然说 登科二是三个字的病 其实在我们二十年来都有 可是他一个包括说传染的途径 他的严重度以及他的表现 防治的方式 其实是一直都在演变当中 所以需要有更多的一些 包括我们的 刚刚议员所修出来的一些 地理位置等等来做处理 或是说其他一个新的 有效的方式来 做这样子的一个 演变的动作 所以我想很多的先进 真的在这个中心的设置 其实是贡献良多 我想绝对不是我们少数 自己一个人的一个努力而已 而是大家群聚群立 因为这是大家的事情 局长你请坐 的确啦 其实我们都希望 跟中央其实有更多的合作关系 上个会期 其实我在这边咨询的时候也质疑过 为什么中央给我们的喷枪 是短的 我们实际上第一线在作战 他们的需求就不是这个 可是他就不听我们讲的 给我们的工具 是不适合我们使用的 像这些就是很遗憾 会有这些的拉扯跟消耗 当然合属在一起分两层楼 我觉得这是志愿整合 提高效率一个开始 所以这边其实还是期许 我们卫生局局长 就是 过去你做过高雍官的 卫生局长 以前高雍官也有登校的问题 不要跟以前防治的那些经验 做到好的统合 因为我今晚请教会我们机关处长 以前高雍县怎么做 那高雍市这样子 到底有没有什么 可以去combine在一起 去create一个新的 新的房子的作为出来 不要再一直喷药 或其他的这一些 大家都觉得这些都是做心安的 其实没办法去解决 这些问题的措施 在这边就是 要请局长再多耗一点心力 那在这边也提醒 局长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长期照顾 我们知道 中央政府通过的长照法 其实未来 要去 去照顾到 涵盖到这些长照的朋友们 其实是失能的 是需要医疗行为这一些 他的社会loading 跟家庭loading是很重的 我们对长照的朋友的照顾 其实不是只有对他 还有对他的家人 所以未来 这一些的 我们现有的这些机构 势必是不足 那前几天 我跟科长有做过一些讨论说 在既定的这些社区里面 其实我们追求是在地化社区化的照顾 那在新设这一些机构设施 谢谢主席 在新设这一些机构设施 在这个过程里面 怎么样寻求在地 原本就居住那边的市民朋友 的一些接受跟认同 因为 因为 讲真的 某些朋友 不能说他们是错 他们会认为那是一个零币设施 他们其实会排斥说 我家里面我的社区 有一个这样子 照顾私人的长辈们 的一个环境 这无可厚非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可是在 未来的生设这些机构 新的这些机构 要进到我们的社区 追求我们在地化 社区化的服务的时候 怎么样 让他的存在跟社区 能够没有那些充施 因为 原本居住那边的 朋友们的主张器 是合理的 也没有错 然后我们要在社区里面 去 设置一个新的服务机构 这也没有错 可是两件 对的事情放在一起 好像就会产生火化 那我觉得政府的功能 就是要让这些火化 降低下来 在我们这些 审核的机制里面 怎么样去把 这些可能出现的 纷争 陈情或是抗议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尽可能去把它弥评掉 这部分 可能要拜托局长 跟我们常务科的科长 在一些机制里面做一些努力 然后我要讲的是 然后我要讲的是 看的时间没差 再一分钟 一分钟 我觉得就是 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我们大家 一直在讲 垃圾焚化处理的问题 那么在从1991年 那时候 中央的进去就是 一个县市要一个焚化炉 到2005年 这个政策就停止了 结果造成什么这样的状况 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 全台湾有焚化炉的县市 其实我们高雄的loading最重 我们高雄 拥有最大的处理量 最大处理案面是说 变成我们是老大哥 我们要负责去照顾这些小老弟 负责这些照顾这些小老弟 没关系 中央一直在讲的是什么 環保署你要出来啊 你要出来沟通协调 区域联防 区域联防 不是放着高雄市政府 在那边每天 我们周遭的这些朋友们 每天来敲门说 拜托你来救救我 来帮帮我处理这些垃圾 结果中央環保署 所以点点不说话 变成我们高雄市 在新年 要去到三天 这些朋友没有的 负担 一种压力啊 那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居然看不到環保署 只看得到新闻稿说 区域联防 大家来协调 可是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却看不到 環保署真的具体的站出来 帮高雄市做一些事情 我们的环境roading这么重 我来这边请 環保局长 你是简单 今天在讲 好像台东的垃圾 事故我们又要开始去 台东建設的垃圾 那 我觉得邀助理会 是 限远的各级 要去发展 巨大的政治 还是可以 现在要成为更多 什么 对你之间 好 请蔡局长回答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邱议员 当然没有错 我们其实 根本的问题是 整个全台湾焚化炉 有的县市有焚化炉 有的县市没有焚化炉 我们高雄有四座 所以造成了 有的其他的管理 就是因为 你高雄 你有这个容量 可以处理 没错 其实这个部分 环保署必须要扮演更强 而有力的角色 能够再 针对整个全台湾的 这个废室 做一些协调 那以目前的机制来讲 整个南部包含台东 台南高雄 屏东 是一个所谓的区域联防的一个区域 那所以 其实我们协助其他县市大概是秉持区域联防的这样的概念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协助其他的县市 我们站在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救急 我们其实是救急 我们不救你永远 所以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台东 他们的垃圾的这个状况 他们的那一座焚化炉 在台东市靠近滨海公路这座焚化炉 他们现在也打算重新启动 可是重新启动 不是今天你说明天才就可以修了 那个已经停了十年了 所以要重新修缮 设备要重新检点 还要再重新 领选新的 代操作的厂商 这个需要一点时间 那我所知道的台中县政府 已经 已经开始启动整个一个未来要营运 要来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那另外一个部分 为什么刚刚讲急 台东的一个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垃圾 放在达人上游的一个水源区 那个放在那边 已经严重影响到环境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考量的结果 那如果在我们整个焚化炉 五月份税休之后 有一些的余裕量 我们才说好 那有些你很急的 可能真的会有传染病 那我们先执生了这个状况的 我们协助你来做一些处理 好 那但是这个部分 我们所看到的 台当他也改变 他要处理改变分舍 只是一个短暂的 这个跟议员报报告 纽约局长 因为今天看到媒体报告 还有剧场 例如有看到 你刚刚讲的这些协助 我觉得这样很落脑 在我的学区里面 就两座 五号的铁眼带 血压 人物 就在我那边的 那些当地的民众 如果没有像剧场 你刚刚去做那些协助 的话 其实民众感觉 是受伤的 为什么我们家又要去烧 他已经有盖好一个人 他不用 我们这个 热色的物 要去研发 为了台湾整个环境 好 可以去承担 可是不能把东西 收到我们这边拿到 要送我们东西做 我们觉得它是不厚道 所以那居然 刚刚你也很想 就是希望 把他讲的一个情绪 那边都可以承担 然后第二个 包包署来 连这个要去跟他议 这个问题 不能用一个县市政府来 因为每次都要 面对我们热色大战 但是非常多 是 是 是这个部分我们 我们会去反映 像让环保署 能够更加强力的 再来主导有关于 各个县市垃圾处理的问题 好 谢谢议员 好 谢谢我们邱进县 议员 那现在我们请 王耀毅 议员 花言 谢谢 感谢大会主席 那今天是保安部门 的咨询 那市政府保安部门各局处长 以及各位主管 还有 议员同仁 还有媒体 女士先生 大家好 那有关 本会期的保安部门咨询 那本席也列出 在警察局 消防局 卫生局 环保局等 四个局处 有一些需要 来让各位局处长 以及各当位主管 怎么样来 来把我们高雄市的各局处所 所挟管的 守全管的一些工作把它做好 那首先在警察局方面 当然在我们的高雄地区 是一个人口众多 而且也是地区非常辽阔 在整个治安方面 在治安方面 当然危急治安 最最严重的就是毒品的氛烂 在毒品的案件 在上次定期会 也跟局长跟市长 针对高雄市的毒品方面 来做做加强的查契 那本席这一次也要 来了解 在有关我们去年度 就104年度 跟103年度 高雄市所破获的案件数 以及比例 跟我们全国 整个台湾地区 所比较那各县市的排名 这一些资料 是不是请我们局长 来做答复一下 局长会答 谢谢主席 谢谢完颜关心这个毒品 那也给我们很多指教 谢谢 那如果从去年 我们高雄市104年 跟自己103年比较 我们所查集的这个量 是一直在增加 包括建树就增加了 1165件 人呢 这个毒品人口 也都查了1425人 那量啊 更是 这个增加了很多 587公斤 好 这是高雄市 104年 跟去年 前年103年的一个比较 表示我们很努力 在查集 这些毒品 那另外跟其他六都来比较的话 因为涉及到 涉及到人口数 辖区的特性啊 等等的 我们大概 都是排第四的 就查集的那个建树也是排第四的 不过 如果以全国警政署来评比的话 去年呢 有两波的一个评比 四到六 然后七到九 两波三个月比 我们第一次啊 第一 第一次第一次的一个比 是全国第一名 第二次啊 第二起是全国第二名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努力啊 那 数据可以展现出来 那是不是把相关的一个数据 一个 一个我们刚刚局长所说的齁 这些数据明细啊 然后废后啊 再提供给本席啊 好 谢谢 那透过局长这样的答复啊 那当然也要提供啊 就是要让这些毒虫啊 或者是 这个人在说 有头啊 在我们高雄消失啊 较不危害到所有高雄市民啊 厚 局长请坐 第二点也是一样 跟治安有关系 就是诈骗 当然这个诈骗的案件 现在 最近报纸报啊 肯亚啦 或者是马来西亚啦 全世界啦 那诈骗集团跟我们台湾都有关系 甚至 首脑齁 也是都跟我们台湾有关的 所以在整个 我们 在台湾 台湾地区的 这个诈骗怎么样来防堵 怎么样来 来把他做一个啊 破获的这个案件啊 那相信在我们高雄市啊 高雄市有一些啊 诈骗的 那诈骗的 他如果 他是 不管是有没有涉及在高雄市 或者是在别的地方 甚至在 在台湾以外的地区 可是他用 电话 用一些手段 来诈骗到我们啊 高雄的这边市民朋友 那在这方面 是不是我们高雄市 有一些啊 啊 针对这个 破案率啊 破案件数啊 也是一样 跟最近这两年的比较 跟全国的这个排名 是不是也请局长来做答复一下 谢谢 曾经长回答 谢谢啊 这个 诈骗集团也是全国 市民所关心的 那议员提出来 我在这里 向议员报告 也向我们市民报告 诈骗集团 我先报告我们的一个成效 然后再给市民报告 给议员报告 诈骗 这个一个犯罪模式 是颠覆传统犯罪的一个模式 这个是 这个是 很难去 侦查的一个 团队类型 我断层数不穷啊 相当复杂的 那从103年 104年来比较的话 我们发生数是减少312件的 是减少的 但是查后数是 407件 是增加的 所以我们这一方面的查局啊 老实讲我们 高庄市警察局 这一方面呢 都是 列为一个重点工作 所以 我们都将是佣民努力在查局 但是 我刚才提到 诈骗集团是一个很复杂的 它涉及到金融的一个自由化 还有电信科技的一个普遍化 以及电脑的一个 那个就是网路上的一个提升的进步啊 非常普及 所以它涉及到很多科技的问题 不是传统的 抢啊 拖啊 都是在街头的 那这个都是 在眼端 遥控 在诈骗民众啊 我们没有办法去接触到 被害人也没有办法接触到 可能只是接到简讯 可能是接到电话 所以 要从 被害人这边的一个电话 简讯 要去追查到 加害人 这相当困难 这一边 重点 重点就是说 他们的科技 越进步 当然他们的 我们会 我们有一些突破 所以为什么会抓到一些集团 那个 我们在这个科技方面 我们行道有成立一个科增组 一直在研究这些 怎么去突破这些诈骗集团 所使用的这些科技 通信科技 这样也会 也请把诈骗集团的这个 扣获率 以及 这两年的比较 跟全国的排序 也提供 一并提供给本席 另外 就是有关监视系统 当然在这个监视系统 在林园分局这边 成效也不错 因为在监视系统 今年 有一笔 中油的补助金 就是三千多万 那抑制到林园分局 可是他只有限制 在林园地区 所以林园地区 这边目前 那个刘分局长 也非常 也非常的 尽速的来 来办理发包作业 在进行中 那在大辽 大辽那边的监视系统 当然就相对 相对就不足 不足很多 甚至有些里 还没有监视系统 甚至坏掉 还没办法维修 所以说在这 在监视系统方面 也请我们警察局 在针对监视系的 这个预算 以及这些监视系的补助 来加强 让我们 大高雄地区 三十八个行政区 比较 没有欠缺的 欠缺监视系统的 赶快把它补足 这一点也请 会后警察局这边 来加强 那另外在消防局方面 那这里要请教我们消防局的局长 在上个会期 有提到我们林园的消防队 林园消防队那边真的是 非常 在林园地区 进出非常不方便 相对要救灾 工业区也好 或者是林团的一个救灾的进出 路线动线都受影响 在 在经过这个半年了 那局长这边 有没有一些突破的进展 那林园消防队的新建计划 主席 前进长请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王一元的关心 我们林园分队 如果要签建 那个地 上次有去看 不理想 但是现在要找机关用地 比较难 我们找到的是其他单位的地 人家不愿意给我们 所以就没有进展 那如果继续找的话 如果有我们是 这个厅是可能要做一个 地 看要是 让 回归到财政局去 然后才能签 我们希望如果可以有地 就来签 看有没有办法 当然是公有地最好 甚至如果公有地没办法的话 也可以跟工业局 工业局 工业局他那边还有一块地 靠近 中云 中文 那一块还是算是工业局的土地 中有 那个是工业局的土地 工业局 再了解看看 也可以来接洽 因为 那个刚好是在 在工业区跟 跟中云 凤云三围 也是 临近工业区最近的一个 一个社区 很近 所以那一块地也可以考虑 那是工业局的 也是我们要努力啊 当然如果 我们 公有地 市政府的公有地 有的话 那是最好 不然就要跟工业局 来做一个协商啊 费后也请我们局长齁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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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長也是以前高雄縣的局長 所以相信對整個衛生局的業務方面 或者是各項的一個推動 推動一些衛生局的一個工作 也應該是很順手 那在登革熱方面 高雄是非常嚴重 所以憑著我們局長你的一個專業 那在這裡我們這個針對登革熱 登革熱這一方面是有什麼新的作為 可以突破 不要這個登革熱的一個病犯率 以及登革熱的發生可以在控制之下 甚至比去年甚至比之前還要再降低 請局長做答覆 簡單答覆就好 謝謝主席 謝謝王議員的一個提問 那個對於登革熱 因為我們今年 因為這兩年的一個疫情 前年是一萬五 去年是將近兩萬的一個病例的話 那今年我們有 在市府有做了 去年我們高雄多少 去年 一萬九千七百二十三 一萬 九千七百二十三 前年呢 前年是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 對啊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疫情真的是比較嚴重 所以對這部分其實在市府我們有做一個新的 今年有比較大的一個變動 包括說對於整個包括最近這兩年來的一個陽性水溝的部分 那部分我們有相當大高比例的水溝是陽性 那個這部分有做一些努力之外 那對於包括說我們也跟對於基層診所裡面 我們今年開始要整合性的一個燈額熱的一個房子的工作 這個都已經展開 那希望的是說能夠今年是以強制清除支撐員為主 朋友為輔 然後對於我們衛生局所來特別強調是說 強化我們的基層的一個照顧燈額熱的一個診斷的一個能量 然後減少我們對於那個感染燈額熱死亡的一個狀況 局長 今年要做的 今年做的方式 希望跟跟以往有所突破 如果再按照去年按照前年的回歸照以前 一樣都是燈額熱的一個發生率還是那麼高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今年有所突破 那有所突破就是在整個燈額熱的一個房子工作 看衛生局有什麼新的一個辦法 所以時間的關係 會後再請衛生局提供這些房子的方法 我們新的作私把今年跟去年不一樣的有一些什麼新的作為 讓本席了解好不好 好 謝謝 另外 除了燈額熱以外 在市長的這個市政業務質詢 那本席也有提到 就是臨原地區癌症 重大疾病死亡的很多 那本席在講的是要把整個我們三十八個行政區做比較 結果你們答覆的只有針對臨原的一百六十幾個癌症死亡的一個病例 一個案例 除了這個案件數以外 還要再跟三十八個行政區做比較 才知道說 聯盟地區是在造化 人有大社那裡也造化 修工跟其他 其他這些沒有工業區的這個行政區 到底有什麼區別 主要是要這樣 所以除了調查出來 要把他分開 各個行政區 他的人口數多少 你的這個癌症死亡跟重大疾病死亡 加的比例 這樣計算出來就知道 對不對 所以是要這個方向 好的 我們我們來回去 來提供給各位 會後再把這些數據來做提供 好 謝謝議員 請坐 那有關在環保局方面 最近 四月二十五號 那林園 林園所有的里長跟各級民代 都帶到中央來抗議 其實 四月二十五號 他們沒有發生 跳車 沒有發生 他會去抗議 因為就是在上個禮拜五 中央再在 那個 那個FLAIR 又再跳車 又再有 改成2分 3分 可是 真的一而再再而三 讓林園所有的民意代表 市民朋友 到這裡的里長 大家忍無可忍 這兩分鐘 這就是說 我們的 我們站在環保局 本市也知道環保局 也是非常盡責 在查市 當然 中油也好 或者甚至其他的石化工業區 他們每個月 都有做一些 我們的工業區 監測中心所監測的數據的報告 我看幾乎每個月都有 所以在這裡 站在環保局的局長 簽隊這裡 要 加強 不可以讓工業區 不可以讓中油公司 甚至其他那小型的 所有石化工業區 都不可以讓他有 有在那裡 僥倖的想法 就是說 查不到就 就我 就我賺的了 應該查的 要嚴格查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針對 在環園石化工業區 在民國七十七年 發生環園事件 那時候聯盟所有 都來圍償 內裡有一個什麼 隔離綠袋 六十米的隔離綠袋 隔離綠袋 隔離綠袋 工業區的周圍 有做 可是沒有全部做 我做了一部分 局長應該 那裡過了 知道 在這個 中文三尾這裡有做 掛集我這邊就沒有做 還新三輕那裡也沒有做 新三輕 新三輕就是 面對 中雲到文賢里到東林里 這邊 這裡也沒有做 那天 那天發生 在 在四月一號 四月一號 發生安全網跳脫 那個噪音 噪音 噪音的分貝 晚上 環保局測出來 是八十五分貝 你根本就沒有隔離綠袋 不然那裡 那裡主婦 那裡有可能 在八十五分貝 金本就沒有隔離綠袋 所以在這裡 我們環保局 要一定跟環保署 以及工業局 這邊 再跟我們市府的各局處 好 謝謝主席 謝謝王議員 剛剛提到過的 尤其特別針對林源工業區 中油 中油家 還是相關的 首相的一個監督 這部分 我們一定會加強 尤其是針對中油 中油他的所謂的 他的新三清 在今年一月二月 稅修完畢之後 事故一直不斷 分析起來看到的狀況都是一些壓縮機 他的什麼 有時是屏溪 有時是潤滑油的 那個整個跳脫 跳脫之後裡面的料 就跑到弗雷爾去 弗雷爾去燒 因為那個不完全燃燒 他又變厚煙 這兩天 四月二十幾 就頂在百五 這件事 其實有總共兩邊 一邊是會補點多 另外第二邊是會補兩點多 大概都是一分多鐘 我們看到的去 調出來的數據都一分多鐘 他的也是定二C的壓縮機 所以這部分 基本上像在今年 發生這麼多件 1月2月發生這麼多次的這個狀況 我們的匯東老檢處 在2月24到25 去做他們新三清的一個 整個去做檢查 也發現了很多的缺失 包括老檢處和我們 都有做一些出分 不過這件是最重要的 還是中油 他們真的要下定決心 不管你的官吏 他們的孤月圓文 這個部分真的要好好的去注重 目前部分還不行 因為天公空無法水無法 他有所謂的情節重大的規定 以目前我們看到的在環保法規裡面 目前是還沒 目前是還沒 還沒達到那個程度 他有所謂的比例上 情節上的一個考慮 這部分是這樣的 剛才第二點就是說 有關隔離綠帶的部分 因為這個工業局設置的 我們會去跟工業局來反映 看他們能不能盡早把這個綠帶的部分 能夠設置進去 或者是有其他替代的方案 跟民眾接觸 那個距離太近 這個真的是一個問題 環保的問題也好 公安的問題都是 這個部分我們會跟工業局 這幾個歡迎 好謝謝 謝謝王議員 謝謝 謝謝我們王議員 接下來由我們的周中環議員 請發言 謝謝主席 還有我們各位同仁 還有所有保安部門的局處所長主管 各位市民鄉親大家午安 我想首先要 感謝我們警察局局長所率領的團隊很努力認證 你的工作報告裡面第五頁 你有破獲這些搶案 有一個叫做凱基的還有一個內斧的這些這些大型案 奇怪我們籃子又昌好像也有一個銀行搶案怎麼沒有列在這邊 你這四個都只剩七七七年七月到十二月 我當然是不告訴你 你在這邊報告已經四月底了 在一二三四 這個月份發生的也應該要稍微 你聽說你早上的口頭報告有說明嗎 所以對我們好像是在後倉路上 男子分許所下的後倉路上的那中信 中信金的一個簡易分行 因為他說對比較弱的或是比較小型的這些金融機構應該多多關懷 有可能那些歹徒就會在那邊五四三想得很輕鬆 他如果一狀況就會挺而酌醒 所以剛剛我們那些王耀義議員也提到毒 我想發生重大的社會刑案主要是兩個 第一個是賭博的毒 第二個是毒物的毒毒害的毒 我想剛剛那個佑昌中信簡易分行 發生的也是因為可能欠一些債 欠債可能是因為毒或是什麼才發生的 所以我想這些賭博的你一定要好好的去盡量去防毒 盡量去抓 尤其職業賭場或是怎樣 再來有關毒害的 這個你要好好努力 你要不要這些有關數據從你這個數據 第四頁裡面 防毒的破獲率破獲案 這個見數好像我們有地增的現象 也就是惡化 惡化 不是惡化 不是惡化不說的時候 已經慢慢都是嚴重 局長 你第四頁你看到嗎 我們毒害 毒害的查獲人數從2000 你三個月這樣 7到12月 這去年的呢 一年比較了 2054個人 忽然間到104年 就去年 前年的 2054人 去年就是3245人 這成長力 除了你們努力認真之外 我想這些可見 泛濫的情況 你們都給稍微瞭解嗎 毒害對個人來講 身體 不管是生理的 心理的 各方面 絕對殘害 然後等到體力虛弱 成癮了 已經沒辦法了 習慣 吸毒中了之後 改改不走 越來越吃了 要把家裡偷偷沒有 自己先花花花 過用的時候 跟家裡一樣 跟家長要 要不到就開始殺牆 甚至打 起生生木 木是大人 真的逆倫 之後如果用 偷偷不到 用搶的 搶不到用打的 甚至殺的 家庭不信 再來造成社會動盪不安 家人搶搶不到 要不到的時候 沒有 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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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正解的 我看那些差不多了 很多刑案 隨機殺人的 跟這些毒品都有相關 所以對個人 身心 傷害 對家庭的不幸 對整個社會的不安 對國家的 大不幸 國力衰弱 所以跟清朝的這些反毒差不多 你要好好看 你們有沒有分析 有沒有好好去瞭解 為什麼會吸毒 在什麼時間 什麼空間 什麼場合 什麼狀況 好好 應該 你如果 防治犯罪的不只是你們警察單位 先問了之後 做紀錄 然後送給那些官訴行人 監獄的時候監獄管理也好好查 你是什麼原因來的 包括警察官 什麼法官 在問的時候 都可以調查出來 我個人是看法 光靠警察局也沒有辦法 然後推給教育單位或我第一線的 那也沒有辦法 教育也是盡量擋盡量擋 因為家庭 這個這個這個 教育不只是學校教育 除了社會 就社會教育到家庭 就是家庭教育 學校都絕對不會有什麼多大問題 都是發生在家庭跟社會 受到不當影響感染 你就查這個原因 我個人的看法 是對這些毒 這個毒品 管制叫分一二三級 放得太鬆 我想衛生局單位你們 衛生單位 也應該不要隨便開放 跟衛生署或是什麼建議 怎麼會一二三級呢 反正毒品就應該該借啊 該借喔 你如果第三級的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K他命 OK 你如果過個兵 這什麼社會 智序維護法而已嘛 這個局長 陳局長請問一下 是不是如果吸幾幾的會 會送神 如果幾幾的就不用送神 教育長簡單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中議員 那個三級毒品人 就像K他命一樣 二十公克以下 吸食持有 這是屬於新政法 二十公克以上 才是有這個新政法 所以大家也都拼拼拼拼的東西 都是做法律都動的 局長 我覺得這真的 用下去 吸二十公克以下 五次之後 可能都 他每次犯罪 他當然都 好像我們九策一樣 不可以零點二五 不到零點一五 這樣就好了 反正我零點一也沒關係 我的零點一五也沒關係 不到二十公克 我這十五公克 十八公克 十九你們抓到都沒有了 對不對 你們只能行政才華華而已啊 這碗社會秩序維護法 喔 局長你請坐 所以我去想這就是 因為都太輕嘛 要憑管事太鬆散 然後再來施華 也不好好管 擁擁擁擁 跟那些詐騙集團一樣 抓一抓 你們認真抓 他就也是輕鬆的放啊 對不對 那不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 很多都挺而走險 你們應該分析 好好的分析一下 我想我們現在一個狀況 不是只有教育單位有辦法 包括社會局 那個也當然是都是事後的 應該民政局要關心 包括你警察局 在很多場 在很多場合裡面 會發生毒品吸食 你們就更好要了解 我想你們都病三人了解 你們不好意思說 如果在墾丁春那 在那邊 跳舞或是唱歌的時候 那些很high的時候 都有可能發生 你們就認真去查毒 現在有一個狀況 廟會鎮頭或是那些什麼宗教活動團體 也有很多可能 涉嫌會 這些有一些不大正常的狀況 局長你們就了解這個 我告訴你說真的 真是 我很多好朋友 看那頂頭 看那家長的 都了解 看的真的實在是 不過他可能是二十公克 就像你講的 你也沒辦法 真的很泛濫 我跟局長報告 真的很泛濫 所以用一些腦筋 看如何真正 把這個毒害 降到最低 我想這些是造福社會 還有我們這些防治 青少年犯罪 最重要的一個課題 我想這如果做得不好 對整個國家社會 全部都很大的傷害 陳局長你簡單答應一下 謝謝周議員 這個剛才周議員所提到這些 這個問題 確實很深入 我個人表示敬佩 那 毒品犯罪 是一個比較複雜的 一個犯罪問題 因為 要查及毒品 它牽涉到很多的一個面向 比如說 剛才 另外 周議員有提到 毒品政策 的一個 就是說要把它列為 什麼是毒品 要把它列為第幾級 這是屬於毒品政策 另外有屬於這個查籍的 那警察局 是屬於查籍單位的 也有屬於那個 介治治療的單位 譬如說角質機構的 還有屬於 教育宣導的 我們如何 去讓我們的小朋友 從小就開始教育 不要讓他去接觸 毒品 讓他了解毒品的一個危害 過來以後 其實毒品 藉至治療成功 它以後的一個 轉介 輔導工作 這個是政府機關 我們同時要一起合作的 所以中央有一個 防治毒品的一個匯報 地方 高雄市 我們也有一個毒品的 防治一個匯報 就是整合政府機關 來共同 來防治這個毒品 市長 我要說你講那麼多 我怎麼感謝你 但是我要說 如何降低 讓青少年 濕死的 這個都有關係 真的 我說真的 很重要 就好好我給你建議的 施法要好好審 你叫檢察肝發肝 良心地點 亂亂亂 真的你建議 我想你們這個檢警調 都會 配合在一起的 你也不好意思講 不要緊 他說祖宗戰建議的 不好意思 大家說 我們那個 警察長 可能我生的機會 不要緊 大家就跟我說一下 大家提醒一下 真的 好好的處理 而且對於那些重點的 你該查氣的 好好的查氣 我來說真的 用腦筋 用頭蓋 不然你英文很難 我會講 當然不好處理 因為很複雜 包括我服務處 也有那個 人員他的親屬 發生了一樣要頭 再來繼續找他 還好他是金果先生 有特訓的 他們兩個兄弟就連鎖 痛擊 那些 那個拿槍的 藥頭 賣藥的幾乎都是有拿槍些 他知道那凸出來的 就第一個先 過去就把把手全部都說 請拿住了 全部是看下 第一個就是 然後痛打一次 再送給你們 你知道嗎 有時候靠警察也沒有辦法 局長 我就跟你講 那是已經幾年前的 現在再更嚴重 只有整年到幾年 比一九歲就真的 多氣五十八 很可怕 這個 可見 這部分就差跡 我們用一些藥靈 也用一些方法 那布縣也很成功 所以差跡量會增加 局長 我就跟你拜託 你做一些功德 身在公門好修行 好好該辦的就辦 好 局長 謝謝 這裡看到這個數據 這樣 我現在要請教衛生局跟環保局 你那個數據 剛剛我們黃局長有講 我們去年登革熱多少 以你的資料出來 是一九七二三 就環保局來講 環保局 你們在第二十四月工作報告 你們本土行的是多少 一九多少 一九八三零 奇怪 一九七二三 還一個一九八三零 我要聽聽環保局的還是聽衛生局的 黃局長 你覺得我應該聽貴局的還是我要聽環保局的 環保局的登革熱數據是一九八三零 你剛剛答覆我們王議員也是這個很肯定的一九七二三雖然差距不多 差了一百一十七對不對 沒有多少 但是說我想數據你們應該要 要也稍微同 稍微統一下嘛 環局長我請教一下到底是哪一個正確 謝謝 謝謝主席 報告周遠 我談的是一九七二三四指的是高雄市的本土登革 我知道啊 環保局也是講啊 本土現在登革在去年 一共一九八三零 這個蔡局長 到底帶一個對 我都不知道 差兩分鐘 蔡局長 跟議員報告 這應該是通給一個那個發病的時間跟那個 那個確診的時間這邊的誤差啦 什麼誤差沒有誤差 發生下來 誤差也不可能 現在已經 一百零五年的四月二十 我知道 因為去年的年底到今年的年初 這段時間是一直延續的 有發病時間跟確診的時間 你們兩位都請坐 我在講先把你們撈開一下 那我的意思是說 不管你是怎麼確診 什麼時間差 什麼落差 我想我們應該都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要到底誰的發佈的 沒消息啊 你這個不只這樣而已 還有本土性的 還有外來的 對不對 這個境外的 我想都沒關係 這表示說是很嚴峻 所以你們才成立了一個登革熱防治中心嘛 這個很重要 不要中心 你不要以為 防治中心成立了 登革熱就會跟我們遠離了 不會啦 不太簡單 因為登革熱真的很可怕 你寫到我們這些環保 到底是環保局 說查 五大區域 沒有把我們籃子區列在裡面 我不是很高興的 我也是很擔憂的 沒有在中 沒有標示說吃鼻子 沒有在中 可能有的人會輸掉 沒關係 我們不是五大浩化區域 就沒有差 我想我們更應該都 哪一個區域都一樣 只要有得過登革熱的 我想我們男子區以前也曾經有 民內前茅的啦 我們也把他打開 不是說我們改做了 不好 改在這裡 在這邊下西下重 不會 反而要提高警覺 雖然暫時沒有 這類名為五大這個浩化區域 但是我們也要是戰戰兢兢的 我想要等防治登革熱 不是那麼簡單 一定要大家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查去 如果真的宣導 平常要善家宣導 發生事情的時候 一樣啊 不要索軟 該法的時候 我不是說戰爭要法 真的理勤不聽的 經常有那個 惡性不改的 該法的時候就法 最後一二十秒 跟我們這些 陳局長 互相鼓勵一下 局長消防局 你死都死了 這麼好 我看裝備好像都沒有提到 什麼裝備要加強要改善的 好像我們的裝備都齊全了 你這麼簡單答覆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周議員 實在是對我們小房很關心 過分啊 那個我們的準備都成功了 因為我們在氣爆 以後 我們政府也有編 我們伯父 對我們小房很支持 管我們很多的裝備 跟金額 都經買好了 現在來就是 我們現在要買 營梯車 還是台灣 這樣就可以了 軟體 軟體的 系列設備 軟體的 這些 這個作為 計畫都要做 但是那些重要的 工藝 扇取實力 這些滴行器 該要的裝備 該要的 這些東西 都還是要 對我們會 根據整個科技的發展 我們要盡量來補充 好 謝謝我們的周議員 現在休息十分鐘